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这个熊孩子就是往朋友家的钢琴啊 倒了一桶水 钢琴马上坏了 结果孩子说给钢琴洗洗澡 朋友生气了 骂了他 孩子一句 他妈妈说 你这个人真的多事 你不懂得爱护孩子 还骂了朋友一顿 离开的时候 他朋友把熊孩子叫过来 给了他一个红包 跟孩子说 这是洗钢琴的奖励 记住了 越大的钢琴 我会给你红包越多 你不要告诉你妈妈 否则她会没收的 一个月之后 这个孩子在商场 把可乐交在了一台六十八万的 玛丽蒙鲁的三角钢琴上 现代人总是包庇自己的孩子 总是责怪别人 引来他们朋友对这个熊孩子的报复 这就叫报应 希望大家以生作者 我们学佛人就是要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我们给孩子留下千金万金 不如给他们留下一个道德和很好的品质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以生作者 让孩子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